她這次是小妹妹來的 小妹妹 因為上次那個她搖得太厲害了 我們現在是RANKF的 I'm gonna turn this to RANKF In just a blank of an eye 那這次我們用這個 越讀箱越讀隊 2.5乘2.5等於7.25倍 我試一下是不是 我來計數吧 2.5乘2.5等於 是6.25的計數 是6.25隊 正常吧 2.5乘2.5等於是 但我猜不到她這麼快就出了 有什麼條件呢 越讀就是 今個星期up 大家知道JC是最好的人 有什麼陷阱呢 JC是第一個告訴你 因為我已經踩了陷阱 有什麼陷阱呢 這遊戲你記住 MX 不 首先是大原則 記住 所有遊戲公司都有陰謀 你要記住這個遊戲 OK了 進了路了 洗了路了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跟你說 這遊戲是可以直接抽6星的 為什麼這麼好處呢 留意一件事 留意一下 就是 直接抽6星 有些怪你不能練技 因為有些怪你需要 5星練技 練完再進去6星 如果你直接抽到6星 或者5星 進化了6星 又忘記練技 那你就 GMO4G 那你就 自己留意一下 還有今個禮拜 機率是超好 快點 衝進去抽 這個浴槽前 還有這個 閱讀 我之前沒有UP都已經抽到 OK 所以今次不知道 機率是高到真的 我不知道有什麼人用 有什麼解釋 有什麼METAPOR 這一關小心 先說完 這一關 最重要是 爆發完之後 不是這一關 是下一關 這個 這個 那個 閱讀隊 閱讀隊2.5x2.5 但他不是只有2.5 他要燒5顆 豬 5顆石 什麼都好 總之那些 你知道什麼來的 5塊這些水屬性 連著 要全體攻擊 這樣就會有2.5倍 如果你沒有 是0倍 是廢的 所以接著燒了一套 全體線 5顆 然後上面的淫理燒 那你就會有6.25倍的攻擊力 這個5顆 通常玩法就是這樣 然後再弄一些 一套兩套 沒所謂 對 沒什麼特別的 2.5x2.5是非常高攻的 對於現在的關來講 那你留意一下 這一關 R4完之前 記得爆發完 剛才燒了水珠爆發 30倍就夠殺 記住左邊是光屬性 所以你也要燒多幾套水珠 因為不夠攻 因為光刻來水隊 那就是 記住做大量的紅色磚頭 紅色元素石 是不是叫元素石 我現在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那就是 因為這隻契弟 這隻狼 你看牙多到 你一定要燒9顆以上的火符石 才可以打進去 然後燒5顆的磚 就算了 我已經給了 我已經給了 我真的不知道叫什麼 我不可以叫他 怎麼 啊 啊 哈哈 怎麼叫呢 那些石 不要不習慣 OK 那就搞定了 那就進到黃關了 記住啊 R4完了 如果你有玩水隊 火氣隊 那你op 火隊也op 直接打他 但是如果你玩水隊 記住留9顆 或者大量的火符石 那就是 這裡盡量爆死就可以 他招技無所謂 因為一定要爆 因為他說 如果你打不死他 他才會回復 但是你要拿S 你要拿S 那你就 S YES 哈哈 你要拿S級 就要 要瞄了 所以不用管他會不會回復 那就是這裡 手柴 那就 喔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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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喔 喔 喔 2.5成2.5 6.25 超厲害 大家快點去抽這個 閱讀 還有浴組前 今個禮拜up的組合 我先不要說紀律 這個組合已經是無敵 兩隻都是全遊戲 差不多最流行的兩隻 最出名最厲害的兩隻 OK 但我覺得反而你 你路西化那個系列 都不太厲害 你要燒3套水珠那個 哪有這麼空間燒3套 1套就夠了 2.5 什麼 哈哈哈 Stage complete 我們來看看 看一隻 小妹妹 喔 後面那隻是什麼 紅人啊 我不是又說錯了 哈哈哈 繼續 看看S rank Give me the S Oh 嘩 就是這樣了 要錄到2.5成2.5 快點抽 機率好 而且真的厲害 謝謝你 還有這一個 新系列 我會未來年四五六日都會出的 所以 幫我記得